小伙伴们 你们看到我身后发现了什么 这个呢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这个潘打 我们看到这个熊猫了 对不对 这个熊猫呢 这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这个国宝 它竟然开到了水深火热的美国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门口有那么多的人排队 都是美国人在排队 对不对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真的好激动啊 我都快哭了 身为一个中国人啊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已经激动了 我热泪盈眶了 我觉得 兄弟 这是我们台湾人的店 要热泪盈眶也是我热泪盈眶吧 这是中华民国 青天白日满地龙国旗 你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啊 不是啊 你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啊 你个死台独分子 你不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啊 你在推我报警啊 你把他 超XX报警啊 傻逼 全你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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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本贼 你报警啊 你报警啊 你别跑啊 你别跑啊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巴九 今天这集啊 是我来美国走线的第十几天 第三位访问的中国反贼大V 他叫做强国反贼陶哥 那这个陶哥啊 也是我2020年 你是快三年了哦 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也是很兴奋啊 感觉像是很多年没见的老朋友 但其实我们从来没见过面 所以这次特别来到他家 然后他也在美国啊 生活多年了 好 那陶哥是什么契机发现我们频道的 我呢 最后一次从中国大陆返回到美国呢 是2020年的9月份 回来之后呢 因为就重获自由了 没想到 也就是想看什么都不用翻讲 然后都没有限制 在游玩上呢 就是看一些反共的一些频道主 然后一开始呢 是有圈类的朋友给我推荐了几个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就是这个影片呢 是在就是youtube的首页 当时我会觉得我刚刚是看标题和封面的感觉 我猜测这个台湾人可能是一个比较讨厌大陆啊 讨厌中国 然后就可能是会我猜 当时因为我真的是不太懂 我有一次就很不小心的就点进去了 我发现这个台湾频道主他其实没有任何这个意思了 但是呢就是说他其实讲的都是一些就是很有道理 然后呢就是说很事实的一些事情 然后的话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契机 所以呢 当时呢我是刚刚回来 其实那时候我也没有在工作 我也没有在上学 是一个比较闲 然后也是比较就是每天也没有一个重心的一个感觉吧 所以我确实就可能需要看一些这个东西呢 做一个精神食粮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说是我就等于是越看越兴奋 然后看你以前的影配 然后看多了之后呢 就我会发现就是你会邀请小粉红上节目 但是呢就是说你也会邀请一些就是正常的一些中国人去分享 去做一些真实的分享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在2020年的10月份呢 我就有给你发邮件 我也想上你的节目 而且呢我是支持台湾 支持台湾独立的中国人 然后你很快就回我 你说我没约一个时间 对就是当时是第一次嘛 像你刚刚讲的 其实对于可能刚刚出来中国的中国人来说 不管他知不支持共产党 很多人很难去接受台湾应该要独立 或是他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对吧 我自己是比较例外 因为其实我看你的频道之前 我已经有这个意识了 就是很难得很少了 对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从你当时就是看你的节目 我有一个非常新奇的点 就是我们从小啊 我们从来没有一个视角呢 就是说是在中国大陆这个语境下呢 就是说是台独分子就是极少数的破坏分子 这个叛国谁都是这样的一个 中国从来不会有给我们任何机会 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些台独分子是怎么说 对 我看你的节目呢算是第一次就是我真真切切看到一个正常人年轻人 然后呢他是台独人士 但是呢他去讲他的道理 他为什么支持台独 我去世之前可能比如说我只是觉得台湾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就台湾就是台湾了 就是你突然这些洗脑的内容都是扯淡 但是呢就是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就看到你的频道 我第一次看到 OK台湾人台独分子真正的台独分子 活到台独分子 他会用这样的角度来去就是思考问你 他会用这样的角度来就说 我是怎么支持台湾 我为什么支持台独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到美国 就像我讲的有些人他是可能以前在你们国内的时候 他是个小粉红 对 但你有当过小粉红 我说实话我几乎没有过 我自己的频道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有一期就是有点标题党了 就是这个反共是什么时候开始是从幼稚园开始 这个有点夸张有点夸张了 但我确实呢就是说是没有太是小粉红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可能从小的性格比较叛逆 然后就是说是共产党讲的东西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蛮容易分辨的吧 就是说是这个就从小就是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好 总是会从小我就会想他真的有什么好吗 然后呢就是因为从小我也比较喜欢历史 我比如说我很小时候我就愿意比如说去读一些这个就历史小说 比如三国演义啊去读一些就是这个像雪虎传啊 就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呢就是说我会看到就说OK 真的有一个东西就是他真的可以就是永远说自己好 然后呢就我就觉得比较不可思议吧 这是我从小学的一个状态 等到在中学的时候呢就是我就开始接受到一些 而且那个时候就比如说学校在习到历史课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可以学到一些就是我可能就是从课外 那个时候因为中国的网络还没有那么封锁嘛 我就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是跟六四相关 或者跟一些就中共的历史文革 还有就是一些就是总共产党反正成立之后的一些历史 我就觉得就是全是谎言这是第一部分就是历史课 中国的初中生高中生都需要学一门课叫政治 政治呢就基本上就是全部都是歌功颂德 真的不能有任何质疑就全部是灌输你就说他就是好 然后他在哪些方面好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正义的东西你标榜自己正义其实不是正义 还有个契机呢我也不能否认的呢 就是说在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呢 中国确实的相对来说这个言论会自由一些 所以有一些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上中学 就是初中高中的一些历史老师啊语文老师啊 包括政治课的老师他们都会讲一些比较真实的东西 胡温时代 对对对就我会很自由的呢 很自然的会被这些吸引比较搞笑的地方在于呢 就是因为我本身呢来自于不是那么发达的省 然后呢我的教育呢学校呢也不是特别的好 对那些的同学里面呢 反而就是小粉红的比例没有那么多了 就是小的时候就比如说当时比如说我们初中 我们当时所有人都要加入这个共青团员 对我们要宣誓宣誓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要什么 比如说共产主义啊 中国共产党这些词语有人就偷偷比如替换成国民党 或者替换成法轮功这都有 是哦对就是那种就在但是对对对就是不可能在中国公开讲 但是就是私下里面就大家会偷偷这么讲 对但反而比较搞笑的地方在于呢 我的大学呢是叫北京理工大学 这是中国的一所很有名的军工学校 也是现在美国制裁名单上的很靠前的学校 因为他是解放军的对他是有军工背景 并且北京理工大学呢是他的前称叫做延安工学院 也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所大学在中国是1940年建立 所以这个学校呢就是在这样一个学校就是我上大学之后呢本来是在北京 但这些人里面小粉红的比例超高 反而我在不太发达的省份里面的初中高中呢 反而小粉红的比例没有那么高 我曾经记得高中还有一个同学呢就是说 他当时在那个科科空间里面会经常发一些就是这种比较反共的东西 但是他后来呢好像被家里面安排到了政府部门 所以他就把那些东西全部删掉因为他会被被发现 所以就但是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可能有些人他会为了利益去加入共产党 但在我小时候就是小学初中高中一些时候呢反而我感觉就是同学啊老师里面有这种思想的人反而会很多 然后呢我也受到他们的影响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上了大学到了北京呢我才发现我我周边都是小粉红 你或者台湾人知不知道就是中国的大学有一种一个班级里面除了班长以外呢还有一种身份叫团支书 那是什么东西就是他很类似于就是比如说你知道就是共产党打仗的时候比如说我是一个军对吧 我有军长在军长以外呢还有一个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的实际权力比军长还要大 对就是在大学的班级里面就是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嘛就在班级里面呢有班长班长听起来像同学里面就最大的一个 但是还有一个叫团支书就类似于政治委员就有点像市长他没有市委书记当 对没有书记就完全一样的一个模式理解然后我想说的重点呢就是说我当时呢是跟我们班的团支书住在一个宿舍 我当时在大学前有发表一些反共言论呢就被他报告给了我们学校的就是学校的辅导员辅导员这个呢可能台湾人也不太能理解也是一个就是管政治管学生思想的一个职位的人 而且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所以的话就被我们班的团支书也是我的室友就汇报给了辅导员说我在宿舍里面发表反共言论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就是说你问我什么时候开始有反共的思想我想说的呢就是我其实蛮从蛮小的时候就不是小粉红 你现在来美国生活也三年多了那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回中国你要回去嘛 但这个回去他共产党就说你回来我就不计较一切你就回来吧然后你可能心知待遇给你在中国就算中上这样你要回去吗 当然回去了毕竟是要拥抱这个伟大的祖国给我这样机会我真的是特别的在想回去 我们刚刚出去就一堆枪击对啊对啊我刚才也被杀了对啊哎呀开玩笑了对就是说我觉得你因为你刚才说到就是说回到中国就是比较中上这样的生活呢有这种选择嘛那第一种的话呢就是说进入到国企或者是在这个政府里面当公务员 这个是现在中国尤其是年轻人他们的最梦想的一种职业那这样的话呢就说是确实确实啊就是他们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样的企业呢通常来说会保障你基本的医疗保障你基本的教育保障你基本的养老跟体制外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国企里面公务员呢就是首先你必须要就是拥护习主席对吧你这个当然就是你要上政治课 对你不能吃饭砸锅啊对你不能吃饭砸锅而是的话你不能发表任何的这国企里面一般来说就比如说你矿班啊你就是不好干活其实一般也不ok了 你上升不了但是一般也不会把你开除但如果你一旦就是比如说你发表一些言论就是所谓的犯政治错误 那就是会很严重那像我这种说话已经说习惯的人呢我肯定会有问题 就我以前不小心我就说了一些评价这个对习主席不好的话对吧肯定会有会有麻烦这是第一个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没有意义吧 就是可能你不是真正去做事情而在美国的工作呢就是有时候会很累但是你确实是在做事情 然后呢你确实是在为企业创造下创造价值因为如果你不创造价值企业也不会雇佣你这样的人在这个国企比如说你要会写报告你要会怎么去舔上级 拍马屁搞政治卦对对对就这个东西呢我确实是不太能接受这是第一种这是第一种这叫官僚行事主义吧对对可能前10年前20年最火的一种呢就是说可能你进入到一些一个比较新兴的行业 然后就在那种就是私人的企业比如说互联网行业他很欣欣向荣或者像教培行业曾经也很欣欣向荣 但是这样的行业呢就是说你可能现在暂时收入很多但是你的权益随时会被侵犯比如说你超过35岁可能就会把你开掉对吧 或者的话就比如说你自己生病了可能你以后你不能像以前那么拼了不能像以前那九九六了他也会把你开掉 第三种呢就可能就是这个行业呢就是比如说像教培行业教培行业在中国养活着可能是上百万上千万人级别的人政府一个红铜文件去年还是前年全部对就是一个红铜文件下来之后整个行业灰飞湮灭对就像像在中国像新东方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他们一瞬间之间就打的就在一起不来了所以的话呢就说你如果在这个就是非国企非公务员就是你在体制外的话你工作的话可能你进入一个行业挣得还不错在一段时间但是的话呢就真的是有一天这个政策一变的话大手一挥你就真的就把你打得好 就很真的超容易可是讲真的你看国企央企虽然现在在中国环境里面他们是最保障的一个撇除掉公务员之外这几个都最保障但现在其实中国经济真的每况愈下这几个其实你说有没有保障也我觉得也不如以前的福利那你看现在这个中国经济又不好然后发钱投资又投资在国家单位或是国企央企身上这三个又没有办法为国家创造还债的能力那这样中国的国债债务越来越多 做这个在国企或者在公务员呢就是他们有保证的这是一个基于可能中国人就是之前的几十年的一个经验其实说实话你会感性共产党吗反正我是不感性就是说他未来他可能会不会失业就包括就是像中国去年就是上世纪90年代就是有一波就是国企工人大下岗就是你也会失业他真的就是听起来像铁饭吧其实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铁饭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中国现在经济这样下去呢就是说国企啊还有就是这个公务员呢他们都是要靠这个吃财政饭就是要靠政府养活而国企呢就是他们很铺商浪费然后每年亏 他们也是要财政补贴他们的这个价值真正的价值呢其实是那些市场上的有充分进入那些私企他们提供的价值对但是这些企业如果被打得越来越惨然后的话这些企业越来越差中国经济越来越差财政体系他总是有钱会供不上的对啊而现在房子也卖不出去曾经就是这个政府有钱还有一点就是卖地然后靠房地产对这个呢现在这个行业也在越来越萎缩所以的话就是这个钱呢可能就真的就会有钱供不上的话那你们这些在吃这个体质内饭的人呢可能现在看起来很有保证以后也不一定比如我现在住在我房子里面的一个就是我找了一个租客了然后 他其实就是曾经工作的时候受过伤政府现在每个月呢给他打就是大概2000美元就是每个月会打到直接打到卡上每个月2000对每个月2000美元每个月2000你已经超过很多小粉好哎是美金呢美金对是美金对对就是因为他受过伤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政府会免费给他打这么多钱他不用工作但是这样的人就是如果他比如说他在工作的话呢政府可能会减少补贴但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就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呢就是说我觉得呢就说就算我比如说遇到一些天灾人祸我不会说就是一无所有或者说我最近还是可以活下来然后我可以 东山再起那在中国呢可能比如说你不小心比如说你破产了或者比如说你一个政策比如说就把你比如说就把你打得很惨你这个代价可能真的就是就是家破人亡或者真的就没有在东山再起的机会了你起来的几率很低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一点对政府他没有一个基本保障的一个体系就是说他不会给你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说很多人呢都过敏美国的医疗美国的医疗系统确实啊我们在发达国家里面是比较差的而且跟台湾的健保比呢更是就是确实很差说实话但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呢就是说如果美国你有医疗保险 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下就没有医保的话确实会比较麻烦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下呢是你每年根据你的收入呢你负担一定的程度你负担到一定数值之后呢剩下的比如说比如说你这个账单比如说你花了100万可能你自己付到5万之后呢剩下的钱全是保险公司出但你知道中国最搞笑的地方在于是中国也有所谓的医保就是这种体制外的医保然后呢就是说比如说你有个小病呢你开个药呢可能它是可以报销的但如果你现在比如说身体上大病你需要花到几十万一百万人民币的这个就是去治治疗病可能5万人民币上面的钱全都给你自己出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这个是最扯的一点的就是说是就中国呢就是他美国呢就是他最起码他保障你的下限就是你不会说真的让你家伙人啊不会那么惨而且就算你破产或者怎么着那在中国呢真的比如说你生产大病或者你的行业倒台或者呢就比如说你的房子断购就有些这种天灾人或各种事情呢你可能真就一决不正你再也起不来了就是你生这张小病你的钱是可以cover掉但是如果你生产大病呢这钱是不够用的可是全都给你自己去捕可是你卡里的钱也是你从你工资自己扣出来对对是这样那还是那还是你的钱呢是这样对这算什么暴选 对是这样但我觉得我的重点呢就是说是就说嗯中国相当于这个中国这个医疗体系呢就尤其是体制外如果你是共产党官员你领的是那个金卡金卡那个东西他管你上限就是你这个你比如说你花了一百万两百万这些他都会管对但是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是普通人你领那个兰卡就是你在这个体制外的这部私人公司去工作的话你领那个兰卡他就是他的钱是有限的你扣完了之后呢比如说你要花几十万一百万全部给你自己出而中国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的医院是要先交钱再看病对没错这个真的是在世界上就没有几个国家会这样做真的是很夸张的对 真的是很夸张像我前几个月看到一个推特上一个影片从墙内流出来一个直升机飞过来医院的停机棚然后下面的百姓就说这一定是官呐这一定是官呐可见能在他们的印象中民众是不能搭直升机来就医的对但在台湾跟美国好像可以对这个事情呢我还真的亲眼见过因为我比较喜欢滑雪嘛对我有一次在滑雪的过程中呢就是有一个区域呢就是有人在清场让我们离得远一些然后我们就离开那个区域 然后有一段急升机就进就下来就可能有人花去受伤或者出了一些灾火那像是你对于一些舔供的台湾人你有怎么看95%的舔供人其实你觉得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怎么回事对吧就是坏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他们在台湾可能呢就是他们可能比如小时候受到一些欺负啊他们在台湾可能不得志他们就舔供了他们发现财富密码但这些人呢就他们其实也知道就算我在台湾可能比如说我之间的境遇不太好我在中国现在受到了礼遇和优待但是其实他还是不愿意放弃台湾的国际我觉得这是百分之可能至少百分之九十五的这个 台湾舔供人所以你让他们换国际他们当然是不换了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理由但不会换了这第一点台湾对你的印象是什么比较喜欢关注政治啊或者想喜欢评论政治的人他们总喜欢把台湾作为一个整体然后呢就是可能去说这个台湾的这个国际战略价值啊台湾对中共的这个威慑或者台湾的这个就是防止中共比如说像世界渗透的一个堡垒他们会这么看对但我觉得这是对台湾那种不尊重吧对那我觉得台湾现在社会呢是一个有一个很良性的一个就是一个发展吧就是除了民主化除了就是言论自由这些以外比如最近比较横火的这个me too 那我觉得就是一些受害者呢他们去站出来去去为自己就是保护自己的权利然后能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这些路呢其实欧美国家曾经都是走过的那我觉得台湾现在在走成这条路而且呢这个发展呢是在很正面的发展我其实我觉得这个呢在我看来台湾的价值是非常大的我觉得反而呢就是那些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宏大叙事嘛就是说那种台湾怎么怎么样美国怎么样中国怎么怎么样国际战略其实我不是很喜欢我没有说我不懂也不是说不关注但我不是会很喜欢这么去看问题我会比较看就说但换一个角度比如说台湾如果现在很多人站出来 就是为自己和自己就是同样受到侵害的人发生这时候如果台湾的主流社会去打压这些人那我可能就会觉得台湾不是一个很适合人生活的一个地方但台湾现在呢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呢它是一个就是比较向好的去发展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台湾最吸引我或者是说呢我觉得就是最有价值的一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会觉得说它很有人情味然后呢它是在有一个就是被受害者申冤然后呢就是让大家可以有机会找回公道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就是在世界上比较发达或者说一个很文明的国家的一个标志 我觉得这点最起码台湾最起码在亚洲已经走上非常潜力所以你现在在申请美国护照的过程已经在走这个程序了对我是今年三月份呢提交的申请因为实际就是你要算一些时间就它有几个条件嘛对预计呢明年年初呢差不多就可以拿到美国护照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就是一直想去台湾旅游之前一直没有机会嘛为什么想要美国护照中国护照不好吗我这里有一本我2020年认识你来我就想去台湾然后呢但是我这个中国护照我无法踏入到中国的领土台湾对啊这很奇怪自己领土没有办法对但是拿美国护照 拿美国护照我就可以免签我就直接去的好了我讲真的我不能理解就是一个正常人吧完全都不一样的东西吗这两个就不一样了对吧对这个也不一样然后下面更不一样的对这下面更不一样你说这是同一本有些人就会说OK啦好啦我承认这是护照但它是中国的护照我就说你确定中国的海关承认它是中国的护照吗它是中华民国然后下面有这个Republic of China对这个就是之前就这个会比较容易让比如说外国人误会 你现在把台湾的英文放得很大我觉得这个就不会再被人误会对啊对啊你再说这是同一本护照或者同一国家就很扯了因为这是台湾就是我像去美国的饭店住宿酒店住宿或是要填一些资料它那个国家它就写country嘛对就下面的选项它就直接台湾就是台湾虽然我们叫它反共大V啊它曾经可以是一个反共大V因为它那个时候也是在就是我的鼓励之下然后它自己也想做然后它也做起来确实有声有色只是突然就断工了对啊我觉得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吧当时我是找到了一份工作当时是等待期就是它当时让我六月份入职所以在三四五月份其实我是没有一个就是很连续性的事情在做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蛮好的我就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是当时但我自从那个六月份以后来我更新的频率就变慢了我曾想要试图就重新恢复这个更新但后来我就有长期的工作了然后的话就这个频道就有点荒废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如果一直要花很多的时间用中文在美国做这个反共的自媒体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对我自己的人生目标来说它不是一个成有之计因为我觉得我在美国做和你不一样你是在台湾你是台湾人然后你在台湾本地做台湾人关心的话题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意义的 而且就是你要关心很多就是台湾本地的一些风土人情一些大家关注的事情一些新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是有意义的但是就是你作为中国人在美国用中文做反共的东西说实话其实它跟美国没有关系美国人没有人会听这个就算听的话他也不会听你讲中文我把这个事情当做正业的话我一直在做这个事情的很可能我会跟美国的社会脱节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用英文在美国做一些反共的相关的一些影片或者不能叫反共就可能我去讲一些中国的真相从这个地方逃出来的人 就讲一些真实的我的感受我见过的事情或者一些解读一些新闻那我觉得这个呢可能会比用中文做这个的意义会更大但这个事情呢就会很有挑战性比如就假如说比如说我用中文如果做一支影片可能需要10个小时我做英文可能时间最少要翻倍可能这个事情呢会更有意义那这个中文的频道呢可能暂时就先荒废掉了这样做不错啦就是大家从自己专长或是想要做或是能力所及的方向去反共就是各自爬山对但是目标是一致的就好了我觉得这样很不错啦好啦那今天 访问这个反共大V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喜欢记得订阅我们不希望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我是八角下期见啦拜